我先说一下凤梨吧 凤梨就是说今年的2月26号的事情的 我在谈经新闻写了一篇稿子 那个稿子估计是我去来台湾以后 在网上点击率最高的一稿子 我写了很多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写了 但是说凤梨还说是一个对日本民众是最关心的 而且呢支持台湾一定要吃台湾凤梨的人非常非常多 我有一个就是我长期写稿子一个杂志的一个主编 那天视讯给我拿到一个台湾凤梨 说终于买到了 他坐计程车跑计程车跑了十几家超市 然后呢到处去找 然后终于买到了 他说日本的计程车很贵的 估计每一个超市之间的距离 就好几个凤梨就被挖在计程车背上 就是坚决支持台湾的这个凤梨 而且到时候来呢多数人都在跟我说 就是我现在在买台湾的凤梨 现在出现一个什么 就是台湾日本的凤梨的最大的 还是是哥斯塔利加和菲律宾 这个占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台湾只占应该是一位数嘛 市场很小的 但是说呢 就在超市里边 我们经常看到什么情况 有照片嘛 就是说哥斯塔利加的凤梨 三百日元一个 菲律宾的凤梨三百五十日元一个 台湾的凤梨六百日元一个 然后台湾的凤梨全不卖光 这个出现的是大批的 就是说啊 过去从来不买水果的 不进超市的一些男士 喜欢台湾喜欢政治的嘛 也要去买凤梨 买完凤梨以后买两个 一个六百一千二 回家以后被太太骂 说你怎么买那么贵 因为他不知道凤梨应该卖多少钱嘛 就出现这么一种状况 而且大家吃完以后 普遍的感觉是非常好吃 因为都是 日本也受中国欺负嘛 台湾也是欺负 这种都是被中国欺负的苦主 所以说要起来我们帮助台湾 但这个能不能长久 是一个今后的课题 就是刚才 就是诸位讲的 怎么样把台湾的 这个附加价值提高 比如说装在一个木盒子里面 就说不定可以卖一千日元 或者就是变成一个高级的凤梨 去打日本的高端市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